三天前 亚洲金融官媒突然发文称 徐征和陶红夫妇转往美国的巴 两亿财产来路不明 似被银行冻结 此外 二人早在四月就办理好了离境手续 但为了避嫌 徐征先飞到新加坡 陶红则是去了香港 最后与美国会合 本以为有了巴 两亿的财产夫妇二人到了国外 也能潇洒度日 谁知美国对境外资本流动管制严格 如若无法证明资金来源 甚至有可能被直接没收 这也就意味着 徐征和陶红国内挣钱国外花的美梦 还没做大就宣告破灭 下面小鱼就来给你巴一巴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看看他们夫妻二人的美梦 能不能得以实现 此事一出 舆论甚嚣沉上 有人说这个瓜吃的太离谱 在徐征和陶红二人眼里 八 两亿也只是不起眼的小钱而已 但五月八日 徐征通过朋友圈发文回应 表示自己并没有那么多钱 也不存在转移过程中被冻结 呼吁大家不要信谣传谣 此前 徐征曾因参加综艺节目被抵制时 广电曾公开回应 表示徐征并没有被定性为猎记艺人 可以自由发言并参加节目 但现在令人奇怪的是 徐征为什么不在公众平台发文 反而在私人账号回应 再由其他人转载到公号上呢 徐征这些年的口碑 可谓是经历了山路十八弯一样的曲折 从当初凭借九系列电影荣升为顶级导演 和百亿票房演员 到后来 因为桃红和张婷一起做生意 张婷被爆出百亿传销案之后 徐征桃红两口子的形象就大打折扣 即便没有确切证据指明 徐征和桃红参与了张婷的事件 但两家人当初的关系太好 经常一起出境 很多人连带着将负面情绪 转移到了徐征夫妻俩身上 自此之后 关于徐征桃红的财产瓜就没停过 这次爆两人转移疤 两亿财产去国外 却在中途被拦截的新闻 也让很多人信以为真 不过 徐征否认转移财产被拦截 或许会有人信 但他说没有几个亿的财产 那就有点让人惊讶了 徐征真正在电影圈站稳脚跟 是参演疯狂的石头 当时这个剧本被很多投资人拒绝 是刘德华慧眼十珠出自拍摄 但因为当时资金紧张 很多演员都是超低片酬出演 而一开始导演是给陶红发了邀请邮件 但没想到 徐征看到剧本之后很喜欢 直接拦截了下来 并提出零片酬参演 不得不说 人的成功并非偶然 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 自己的眼光和格局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长远发展 放弃眼前的迎头小力 不仅结交了人脉 参与了好作品 还在行业内留下了好口碑 想不走上 人生巅峰都难 之后 徐征在喜剧片的路上就开挂了 从人在窘途之后 徐征也有了做导演的想法 所以拍摄太久 时 徐征就自编自导自演 最终取得了12 67亿票房的好成绩 是守不过10亿的 华语国产电影 可以被称为里程碑式的突破 而这部电影的投资是2600万 票房翻了这么多倍 想想当导演当编剧 又当主演的徐征 能赚多少 再加上后来的港九 无人区 新花路放 我不是要神 等等 全都是有口皆碑的典型代表作 尤其是我不是要神 这部片子 徐征担任监制和主演 票房高达30多亿 徐征还凭借此片拿下了金马奖影帝 金鹿奖影帝等8项大奖 当时的徐徐征就和如今的吴京 沈腾一样 身上背着百亿票房 也是所有演员梦想合作的导演 哪怕去他的电影里客串露个脸 都是赌金 所以徐征说自己没有几个亿的财产 还真的是挺奇怪的 只能说徐征当时没了解清楚 桃红参与的生意情形 也过于相信朋友的人品 最终自己被影响 不仅没赚到钱 还导致口碑下滑吧 不过徐征是真的有才华 他在电影方面的创作 一直都很有个人特色 至今还有很多人期待 他能继续拍电影 俗话说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人生难免有失忆的时候 只要坚守原则和底线 坚持最初的梦想 总有一天会再靠作品打个漂亮 但翻身仗 不过 依旧有不少网友 对徐征桃红夫妇进行了舆论抨击 从曾经备受喜欢的明星 到如今的信任崩塌 徐征和桃红夫妇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还值得被信任吗 其实 桃红和徐征夫妇 曾主演过不少 筷子人口的作品 深受观众喜爱和欣赏 靠春光灿烂珠八戒 大火后 两人在娱乐圈也是越走越顺 虽然桃红的长相算不上大美女 但看着很舒服 加上出众的演技 在多部电影电视剧中 他都有不错的表现 并拿到了不少演技类大奖 婚后 桃红为了照顾家庭选择退演 一度成为不少剧迷朋友们的遗憾 他重新复出后 饰演小欢喜中宋茜一角 不但获得不错的口碑 也成功拿到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项 可以说 一直以来 桃红都是一个观众员很不错的演员 在事业上 徐征明显更成功 话剧演员出身的徐征 不但成功主演了 李渭当官 穿越时空的爱恋 等多部电视剧 还是国内从演员转行 当导演中最成功的一位 徐征首次导演的太久 当时成功打破了 中国国产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 随后他又接连导演和出演了 港九 我不是要神 等电影 熔烈百亿导演和演员的行列 尤其 我不是要神 这部电影 在豆瓣上有高达200万人评分 评分高达九 零 绝对是国内电影史上的佳作 然而 就是这样一对在中国影视界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夫妻 却和传销巨头张婷夫妇关系匪浅 甚至还曾密切合作过 此前 徐征和张婷因为合作 穿越时空的爱恋 成为相书好友 之后 徐征又介绍老婆陶红与张婷认识 两家关系变得非常亲近 其实 此前依靠拍戏当导演 徐征已经挣了不少钱 早在2017年 徐征拍摄《人在窘图》系列时 片酬就已经高达3000万 到导演 港九时 徐征成功升级为投资人 不但能拿片酬 还能获得分红 据媒体报道统计称 徐征通过票房分成 加上持股占比 身价暴增了将近20亿 或许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徐征桃红夫妇 在看中张婷林瑞阳夫妇的项目后 开始大力加盟 不断为其产品站台 连参加真人秀综艺节目时 脸上也不忘复着TST面膜进行宣传 2018年 在《我不是要神》 口碑票房大卖之际 徐征为TST新推出的 征酒系列产品进行推广 上海大尔威公司营销总监 则在推广波文中称徐征为老板 还表示征酒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 虽然陶红徐征夫妇早就看势头不好 已经撤出了张婷夫妇的公司 看似全身而退 却依旧口碑翻车 毕竟为了挣钱为传销组织站台 很难撇得干干净净 而且徐征夫妇近年来因为利益翻车 不光是这一件事 此前陶红给纪录片《素食主义》做宣传时 声称自己已经五年没吃肉食 一直坚持吃素食 感觉整个人都变得轻盈起来 结果这部纪录片被人扒 其实是美国人造肉的广告 而陶红被暴日常很喜欢穿皮草 12年时还曾在网上上晒过自己 大块朵一吃山珍海味的照片 所谓食素人设 根本就是为了资本主义卖产品利的而已 此前陶红刚复出时 大家都称赞他属于人间清醒 非常有演技 哪怕徐征被拍到暧昧照片 他表示肉体出轨不算什么 自己和徐征是精神婚姻 也只是惹人非议 依旧有很多人喜欢他 但现如今 陶红已经基本消失在迎评前 在他的微博下面 都是让他还钱坐牢的留言 徐征也没好到哪里 疫情期间 所有国内院线都遭受了严重打击 不少备受期待的电影都无法如期上映 面临赔钱风险 为了自保 徐征选择将院线大片变成网络大电影 结果不但业内觉得他不道德 免费观看电影的观众也觉得 他是欺骗 质量不行 2022年6月 导演王一纯在微博上实名举报 徐征 命号合开的欢喜传媒存在事物问题 不过对方反击王一纯 才是最先违规的人 最后双方一来一往 事情不了了之 前段时间 徐征参加综艺 青春环游记 却遭到了部分网友实名抵制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他和张婷传销组织千丝万缕的关系 虽然他还没有被定性为劣质艺人 但在观众心里的口碑已经没了 不过 这一切又能怪谁呢 其实当演员做导演 两人已经口碑票房双收 却仍不满足 为了利益 替传销组织做宣传 导致无数信任他们的人身受伤害 其实 明星利用自身影响力实现商业价值最大画本 无可厚非 但是倘若沦为诈骗帮凶 那就是丧失了道德底线 看似陶红夫妇从 TST获得4 两亿元 却彻底赔上了两人的观众员和大众的信任感 口碑一旦失去 其实根本无法挽回 未来愿意为徐征电影买单的观众可能也已经寥寥无几 欲和南田 贪欲太大 又能怪谁呢 喜欢他们才华的观众 也只能叹一声可惜了